属灵心堂知人算不如天算 愚昧人多有语言 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 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 传道书十章第十四节 很多聪明的人太过自作于自己的聪明 自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只要有自己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 在他们的脑海里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他们更相信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他们的人生不需要上帝的带领与怜悯 他们几乎已经取代了神的位置 虽然他们不承认有神的存在 但是上帝依然深爱着他们 尝试进入他们的生命中 通过苦难、失败、挫折来告诉他们 上帝才是掌权者 而我们更有责任让他们认识这位创造神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固执和拒绝而放弃他们 我们更需要耐心地守候在他们身边 帮助他们 扶持他们 让他们在他们的一生中 有机会遇见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要让鱼丸人认识你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相信上帝也爱他们 希望他们也能得着救恩 只要我们不放弃 他们就有得救的机会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